透過嗅覺刺激 讓市場朋友學習手作香包 在專業老師指導下 練習鋪床疊背 培養職場工作技能 基本廚藝訓練 教導市場朋友使用電器產品 烘調美味佳肴 全台第一座市場生活重建中心成立 台北市長柯文哲特別前往視察 關懷市場朋友的使用情況 對那些沒有辦法進入庇護工廠 提供一個小作手 讓他可以在裡面一些作業活動 主要目的還是 就是讓他可以提升他自立生活 跟也提供一些修閒文康 其實真正的目的就是讓他們 增加他們適應這個社會的能力 以大樹一項底圖作為啟動儀式 期待各項服務 都能在台北市開枝散葉 科文哲表示 透過重建中心或小作所 開辦的陪力課程 能夠幫助市場朋友自立生活 回歸社區 降低親屬的家庭負擔 我們希望說他在自己的家裡 或是家裡所在的地區就可以生活 那增加他們的社會參與 你知道盡可能過著正常的生活 因為事實上我們不太贊成那種 機構性的照顧方式 目前北市府已經規劃 二十二家小作所為了促進生障者 社區參與 未來將在部件十九處 預計可增加服務374人 讓更多生障者走進社區 在服務據典裡實現夢想 發揮自己的所長 記者游祥廷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